家屬在急诊室互相拥抱哭泣 一场车祸让不少家庭瞬间支离破碎 养的大道车祸伤者陆续送往急诊室 连环车祸造成民众大小外伤 严重的甚至在到院前就没了生命迹象 女性的病患是来的时候是没有生命真相 是在急救 急救有恢复生命真相 发现所有颅内出血跟肝脏破裂 星光收治一名原本到院前 没了生命迹象的伤者 不过目前院方积极抢救中 不幸丧生的三名死者 则是水泥浴半车驾驶软性驾驶 以及核性和一名身份待犬人 除了命危的患者 一共四名重伤伤者分别送往 星光医院台北荣总和振兴医院 其中包括机车骑士被碾过 出现严重开放性骨折 需要立即开刀 两位重伤我们要检查 检查然后有一位可能要开刀 因为开放性骨折 有的是乘客 当然有的是骑摩托车 青烧商者共有五名 亦是清楚没有大碍 却经历一场车祸惊魂 打乱了大家的上班日常 记者综合报道